最後我們要講的要是反聲音 就是聲音是就是海溫變高嘛 跟現在會相反嘛 可是呢反聲音就是倒過來 你本來低的會怎麼樣 更低 東邊本來是海溫低 現在變成更低 更低 所以造成整個跟聲音是顛倒過來的 中央氣氧局統一 翻譯成叫做反聲音現象 反聲音就會情況就會倒過來 就要倒過來 所以呢 本來該冷的就會更冷 本來該冷的 印尼本來就會下更多的雨 下更多的雨 就會淹大水 淹大水 然後呢 另外一些該感染的地方就會乾 就乾燥 聲音就倒過來 就會反過來 2008年的1月跟2月 中國大陸發現嚴重的雪災 就是因為當年有反聲音現象 所以當年下大雪 第二年的春天 投入了雨洗狗票 人家都說因為大陸害 因為大陸下很多的雪 然後呢雪融化之後 灌到海裡去 使得海溫溫度驟驕驕驕驕驕 他們就傻傻傻傻傻傻 再見 所以反聲音OK 來看一下 一個講反聲音的影片 是 而我們看到在這一次中國 所面臨的大風雪 除了 2008年的氣象官員 低估了整個雪災 所造成嚴重情況裡頭 我們特別給大家介紹 這個叫做反聲音現象 因為中國南方出現如此的大雪 是很少見的 反聲音現象 不只是出現在中國 出現在全世界 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正在過去這一個禮拜裡頭 玻璃維亞爆發了10年來最大的水災 而阿富汗出現了15年來最大的雪災 下了大雪和中國的雪災的情況 幾乎可以說完全一樣嚴重 美國正是出現了23年來最大的一次龍捲風 日本現在青森縣等地 完全是風雪大雪的狀況 而澳洲也出現了南德大街的一個大雨 結果馬上形成了相當的雪災 這種反聲音現象按照國際媒體的報告 它幾乎是從2007年的第四季開始 或是第三季左右 那麼可能會持續到2018年 而且越來越嚴重 台灣當然會受到影響 以香港為例 他們就會判斷 今年會有更多 而且是更大 過去幾乎沒有經過的台風 大雪景越好遠不斷 河水爆炸衝破河堤 海拔三千公尺的波利維亞 幾乎成了一片水巷磋國 這是中國十年來最嚴重的水災 洪水淹沒四萬多個家庭 五十多人死亡 全國五分之一村落的居民被迫撤離 無家的規 他們的農作物腹中流水 糧食暖缺 飲水也遭到嚴重污染 總統莫拉雷斯宣布 全國進入災難狀態 波利維亞的洪水氾濫 最回過手是百神淨淨下 也就是吃到太平洋的東部的水溫異常下降 冷風氣由東往西移動 因而造成全球晉氣和混亂 各地極端天氣平傳 在東麥奇歐這邊 南亞阿富汗正遭受15年來最大雪災 數百人與傷萬頭扭揚被凍死 一月裡擠滿凍傷截止的傷患 能裹著綜衣 散至上帝之骨 我兩夜都在雨中 兩夜都在雨中 兩夜都在雨中 我借助我從雨中 他們把我捕捉了 像我被捕捉了 我被捕捉了 但我還需要另一種醫療療程 叫做另一種消息 寒冬未盡 直到六月農作修成節 大約還有250萬阿富汗人 都在面臨生命威脅 與糧食斷缺危機 反正現象影響最巨的 是玻璃圍亞和美國地區 上星期 美國南部短短3天內 發生了50多個龍卷風 至少造成50人喪生 這是美國23年來最嚴重的龍卷風災難 許多屋頂瞬間被風捲走 防武倒塌 各州災區滿門窗移 另外去年底至今 多個週也平傳暴雪災情 雷文國世界跡象土質報告指出 反身現象早在去年第三季就已出現 並且將持續到今年年中以後 預計要等到下半年 脫離反身營 全球天氣才會恢復正常 而今天的明保 有特別報告 2007年所出現的反身營現象 英文就是Lalina 在今年將會更趨勵嚴重 自1951年 人類的歷史紀錄是從1951年開始 等於是將近60年來 這次的反身現象是發展最迅速 也最異常的情形 如這次的 它的現象會持續到今年的第三季左右 香港的天文台預料 反身營現象 或是香港今年出現更多的颱風 還有熱帶氣旋 OK 最後是跟各位講反身營的狀況 瞭解一下 瞭解一下就可以了 這裡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謝謝科朗歷史